好有了这些定义呢 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 对于串的一些知识点 串的知识点呢 我们主要有这三个 第一对它的类型的定义 第二存储 第三运算 那么在这我们的重心是串的运算 也就是说在串上 我们主要是要掌握哪些运算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串的表示 和串的模式识别 串的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 这个大家只要理解就行了 那其实是不是这么要去存 你们自己想一下 ABCD是个串 对于线性表 我都能存一个二维表 都能存储一个数 又能存储一个图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符 我想大家一定有办法去存 但是在这我们依然抛转引 又告诉大家 常用的办法有这三个 您可以去选择 第一个办法呢 我们称作为是定常顺序存储的表示方法 这种方法说简单 就是一组地质连续的存储单元 来存一个个字符 那么它又分为两种压缩方式 和非压缩的方式 那么串的长度怎么表示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变量 来记录有多少个字符 第二种办法呢 在串的尾巴上 我们放一个单元 来记录有多少串长 但是最对常用的 还是最后一种第三种方法 我们把零 所对应数主的这个元素 那么也就是说零号单元里面 不是存真正的一个字符 序列中的第一个字符 它存了一个字符序列的长度 放在零号的这个存储单元中 这是我们常用的存放串的一个长度 串的第一种方法呢 是定常顺序存储办法 第二个办法呢 是叫做堆分配存储方法 就是在我们系统中 开辟一个串值存储的空间 串值呢 它是一个可利用的空间 那么我们具体的办法呢 实际上是引入了一个符号表 那么建立一个新串的时候 总是要给它分配相应的空间 那么记录下串的变量名 串的值 在这个串的空间中的位置 和串长等等一些性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它有个符号表 这个符号表里面有什么呢 有串名 有位置 有长度 那么用它来记载了 我们所存的这个串 第三个办法呢 实际上与我们数据结构 在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一个办法 存储 共分有四种办法 分别是顺序存储 链是存储 那么第三种还记得吗 字典一样的叫缩影 最后一种叫做散链 又称之为哈希 那么作为数据结构这门课程 我们重点实际上是放在了 顺序存储和链式存储 所以对于串的存储 也当然离不开最后一种作为快链 链的存储方式 那么这种存储方式一样 它有两个域 分别是我们的数据域和我们的指针 next域 节点的大小呢 均为一的一个链表 常用的办法是非压缩的方式 那么如果要压缩的话 我们就要把所有的这些字符放在若干的 刚才我们说存储空间里面 最后用一个指针来进行指向 那么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用这种存储的密度呢 如果是采用这种压缩的话呢 主要是就要看一下 你的指针所占的空间 实际上我们真正有用的是字符 由于我用指针指向了下一个字符的位置 自然要有一些指针的空间的一些浪费 所以那么在真正一个块链的存储的方式中 那么你所存放的字符到底有多少呢 是它实际所占的空间 与它整个所占空间的一个比值 我们也称作为压缩密度 好了 第一个支持点呢 我们给出了串的表示 以及它的存储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串的运算 串的运算呢 其实主要就讲了一类 也是最重要的一类 在我们考试中每年必考的 无论是以选择 还是我们的计算题 都会考大家串的模式匹配 串就是在今天 其实也非常重要 在第一节课时候 我就曾经说过了 在我们硕博专业里面 其实有一个专业方向 在我们CS里面 就是了解串 你可以去攻读一个方向 就是专门研究串的这个方向 那么对于串呢 它的刚刚我们说研究点也非常多 在数据结构这么课程中 其实主要是采用 那么对于串的 匹配的这个算法 来掌握串的使用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模式匹配 它是这么给出的 给了一个主串 用S去表示 还有一个串叫模式串 一般喜欢用T 但也有人喜欢用P 因为pattern的汉语意思就是模式 所以不管是P也好 T也好 都是模式串 让我们干什么呢 在S中寻找T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 在一个主串里面去找 有没有一个子串 在它里面出现 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作为模式批判 模式匹配 那么如果批配成功的话 我要返回什么呢 你要告诉系统 我的这个模式串 在主串的位置 再说准确一点 是它第一次出现的 第一个字符的位置 如果在主串中 没有找到相应的这个模式串 或者说没有找到 你要带查找的那个子串的话 那么你要返回一个值 这个值用零返回 同时也表示查找失败 那么目前 如果是在整个串的模式匹配中 提出来很多方法 也有一系列的一些存储的办法 那么下面呢 在整个的讲课中 我们有两个约定 也是按照我们严老师 在考试中所给的 第一个约定 我们用的是顺序的存储结构 所以大家心里面要知道 所谓的顺序存储 也就是字符一个挨着一个 没有用一个指向后继元素的指针 不是一个块链的表示方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串的长度 我们一般是放在零号单元 也就是说一个连续的存储单元中的第一个房间 没有存放我们的实际元素 它存放了整个周串的长度 把它长度放在了零号的存储单元 那么串值 按照刚才所说 自然就应该是从一号这个存储单元来进行存放的 那么对于模式匹配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给大家提了两点 第一 算法一次执行的时间不容忽视 那么什么意思呢 随着我的主串的长度增加 我要找一个子串 或者我刚才说专业词叫模式串 那么我们把它可以把这个模式呢 就叫子串 如果在这个主串中去找子串 子串 我说长度呢 我们刚才说不做限制的话 主串的长度可以非常非常的长 那么随着这个问题的规模大的话 有可能查到时间就非常非常的长 所以这一点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在今天 如果我们要求大家实时去处理 要求在线去处理的话 用户是不可能等你那么长时间的 第二点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算法必然要改进 改进所得到的积累的效益 也不容忽视 什么意思呢 模式匹配的操作 在我们实际的工作中 是作为一个核心算法 被其他的工程去调用的 因而 无论求他的一个时间效率也好 他的空间效率也好 都要求他的效率要高 这是我们在进行串的模式匹配 那么按照刚才所应用的一个场景 作为界定的 因此 在整个讲课 也是大家考试过程中 可以发现 往往要讲串的匹配时 总是要讲两种以上的方法 因为两种以上的方法 才有一个效率的对比 在这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两种方法 分别是BF和我们的KFP 两种算法 因而在我们其实 闫老师也是整个这个大纲的旗下 就要求同学们要掌握两种串的模式匹配的方法 分别是BF和我们的KMP算法 我们进到我们的内容 请看第一种方法 串的模式匹配第一种方法叫BF方法 那么在下面的学习怎么学呢 大家回忆一下 在整个数据结构里面 我其实讲课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在介绍我们的线性表 那么刚才我说 作为一个数据结构 包括我们的数和图是怎么学的 是不是先讲它的逻辑结构 存储结构 最后再讲它的操作 然后给出案例 那么也就是说的是 数据结构这门课程 无论有多少数据结构 它的学习办法都是 逻辑结构加存储结构 加操作 加你要去练习这些操作的算法的实现 是这样子四块 那么作为刚才我们说 一个算法去掌握的时候 我们又学了很多对吗 比如说在数图里面 学了很多方法 那么在我们数里面最典型的 就是便利的算法 我们讲了前续中续后续 在我们图里面 我们讲了生存数最小 生存数最短路径 包括我们的脱货排构和关键路径 等系列的算法 大家再想一想 这算法又要求大家掌握哪些呢 是不是还是四点 第一你要知道这个算法的思想 第二要执行知道它的执行过程 也就是step 第三给出我们相应的案例 我能把这个算法去解决这个案例 当然第四个依然是上机 需要你去实现它 在纸上画出来 我们说不能证明这道题做对了 谁是最好的一个老师 最公平老师就是计算机 如果我上机能得到和我纸上所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话 说明我不仅仅理解了 而且计算机也告诉我答案是正确的 那么按照刚才所说 下面我所讲的所有的算法 也应该是围绕着刚才所说的 只不过我们在数据结构的讲课过程中 把第四 刚才我们说四个要求 上机的这个要求 也就算法实现的要求 放在了第二遍去强调 那么在这 我们重点强调你的三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算法的思想 第二个它的执行过程 第三案例或者习题 我能够对它进行解答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模式匹配 它是针对串而言的 我们提出来的方法叫BF方法 这种算法的基本思想 它是这么说的 从主串S的第一个字符开始 和我们的模式串T的第一个字符 进行两两对应位置上的比较 如果相等继续进行两两比较 那么如果不想等的话 怎么办呢 它就说了 那么不想等的话 你要在这个位置上 就要进行 刚才我们说回硕 看我给了个词 什么叫回硕呢 那这个在我们的思想中 大家可以看到 就没有详细的给出 是吗 因此光给出思想 并没有给出这个算法 真正实行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三个是相互相成的 我们先有了这个思想 我们具体来看这个过程 请多用跟着我一块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例子说的是 有一个主串S 那么有一个子串 在主串中呢 它是用H表示它当前的位置的 在我们的模式串里面 用G来表示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两两进行比较 当SI跟TG不相等的话 怎么办 那么我们刚才说 只要相等 我们的主串向下移一个字符 我们的子串 叫模式串向下移 如果发现了某一个主串和子串 不相等是怎么办 我们的主串回 回哪 回到刚才 虽然已经很辛苦 走了很远的一个路的 当前的矮的位置 下一个位置 而我们的G 必须要回到起始的位置 这个过程 我们称作为回数 回数是整个 在进行串的模式PP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么作为刚才所提的 我们用一个过程 再给大家走一下 朋友们请看 能告诉我们主串是谁吗 主串是ABABC这一串上面 那么子串 我们又称作为 模式串 那么子模式 可以这么叫 但更多的我在称呼中 一般会习惯把它叫做子串 那么朋友们请看 子串是ABCAC 我想知道 这个子串是否在主串中出现了 如果出现 告诉我第一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没有出现 返回0 刚才我所问大家的 实际上是给了串的 模式PP的定义 说简单 就是求串的模式PP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的过程 我用烫来表示 请看我们的第一烫 第一烫怎么做呢 它会将我们的子串的第一个 和主串的第一个进行比较 相等 请问大家怎么做 主串子串的R和G 分别下移 依然是相等 大家看一下 到了第三个位置上 主串是A 子串是C 不相等 请问怎么办 刚才给了大家两个非常重要的字 作为我刚才所描述的算法的一个过程 叫回数 回哪 第一趟完成的结果告诉了大家 什么呢 当I等于三 G等于三的时候 失败的 所以我应该回 请问大家回哪 我的子串 模式串 回到最初 问题是I 我的主串回到哪 还从第一个位置打转吗 我已经比过了第一个 是不是应该往下移一下 因此 这个I就应该下移一下 I的下移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一到哪呢 下一到B 大家看一下 所以I回缩到2 我们的G回缩到1 继续我们的第几趟 第二趟的比较 大家告诉我 I是什么 主串的位置 它指向的是B 子串的是G 指向其实 它是个A 那我问大家 I等于2 G等于1 对应位置上的字符 比较不相等 失败 因此 失败之后 就发生刚才所说的 回数 那回哪呢 很显然 我们的I继续向下 回缩到3 G继续回缩到1 因此我进行第三趟 在第三趟中 两两相等 向下移 非常可惜 当我们的模式串 子串 到了最后一个位置上时 它跟我们的主串 B C 不相等 此时我可以发现 我费了很大劲 我的子串前面 所有都跟主串相等 唯独我的子串的最后一个 跟我们的主串不相等 它依然是失败的 对不对 因而 我们说I等于7 G等于5 失败 I回缩 I跑了那么远 也必须回去 能告诉我回到哪呢 刚才已经进行了三趟 从第三个开始比的 现在要回 只能回到第四个 对不对 而我们的G回哪 回到1 所以在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情况下 I回缩到4 G回缩到1 第四趟 那我问大家 第四趟上 主串的第一个字符是B I的第一个字符是A 很显然失败 I继续回缩 回到5 G继续回到1 大家看一下 对应位置上分别是C和A 不相等 继续回缩 I回到5 G回到失败之后 第五趟失败 I就继续向下移 因为在第五位置上失败的话 那么就往下移 移到了第六个位置上 大家注意啊 123456 第六个在A上面 请问G永远移 非常沮丧 一失败就回头 所以只要失败 他就扭头回到第一个上面 因而他继续回到 他的1的位置上 而我们看一下 在我们的第六趟下面 所对应的相同位置上 两两字符分别去比较 大家能告诉我结果吗 主串 从I的6对应的字符 与我们子串上面 第一个字符开始进行比较 相同位置上 两两比较 结果是 子串比较完 那么他都与主串 是对应相同的 因此在我们第六趟上 发现了这一次 子串的全部字符 都跟我们主串是一样的 因此比较完毕 匹配成功 多问一个 成功的匹配下面 告诉我们 在主串的位置是几 很显然在那边 我也给了大家烫数 对是6 因此在我们主串的第六个位置上 发现了子串的存在 那么刚才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描述了整个 串的模式匹配 这种方法 我们称作为 刚才给大家的 BF算法 也是最简单的一种 串的模式匹配算法 因此我们就进到第二过程 这个算法的过程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为什么要给这一个step 就为了便于我们在 最后一个阶段写算法 那么提供一个思路 它是这么描述的 step 1 在串s和串t中 设比较的起始下标 R和G 一般不加说明 R和G分别是从最起始的 G是从1 那我们的R也是从1开始 大家告诉我 为什么不从0开始呢 还记得吗 因为0号房子放的不是真正的串值 不是串字符 放的是它的长度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step 循环直到S或T的所有字符 均比较完成 那么这里面又分为2.1 2.2 如果SI和TI是相等的 继续进行S和T的下一个字符比较 如果不相等 I和G要回数 大家告诉我 要为下一趟比较做准备 还记得怎么回吗 I做加加 G永远回到1 直到我T中所有字符比较完 有两种可能 那么比较中 某一个对应位置上 就相同位置上出现了不一样的字符是停止 那么没有找到子串 那第二种情况呢 当T中所有的字符都比较完 它与主串对应的字符都是相等的 此时告诉我们匹配是成功的 它会返回匹配成功的起始的那个下标位置 否则就返回0 这个过程叫算法的过程 一有了思路 刚才我们一进来就给我们了什么是 BF也就是串的模式匹配 那么紧接着 然后我们有了思想 我们又有了它的描述的一个算法过程 下面同样 我们刚才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也要对它的性能进行分析 这来给大家详细推了一下 那么如果是在后面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块自己作为一个命题去进行分析的 我们看一下 设串S的长度为N T的长度呢为M 在匹配成功的情况下考虑两种极端情况 那问大家所谓的极端情况 那就是告诉我能说第一种情况 也最好的最快的一种情况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针对效率来说的 就是不成功 什么叫不成功 串的第一个字符 每次与我们的主串不一样 那我问大家这种比较 是不是应该最快 我每次要把子串都要移到其实 但是其实的那一个跟主串都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每次都是失败 比几次大家能告诉我吗 比一次 也就是说我将会让我们的模式串 或者叫子串 与主串的每一个其实位置比较 但是其实位置就都是不相等的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那么如果是匹配发生在Si处的话 那我问大家 Di处发生是匹配相等的 那么则在i减一趟呢 都是不成功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从Si是匹配成功的 那之前都是不成功的 那它比较次数应该是i减一次 因为现在刚刚我们说的 Di趟成功匹配呢 它共比较了多少 是不是应该比较了M次 与你的子串模式串的长度一样 因为在这一趟下面 它是匹配的 匹配的话就应该把子串的每一个字符 都应该跟主串对应去比较 比了多少个 比了子串的长度 我们的比子串的长度是多少呢 是M 所以它比了M次 那么总的比较次数呢 是不是应该是i减一加M 所有匹配成功一共有多少情况 是N-M加一次 我们用Sigma 那么在等概率下 我们看一下 它的结果就是 二分之N加M 可以用O N加M 来度量 刚才我们所提的串的匹配 模式匹配的方法 这种方法呢 我们称作为BF算法 那么效率呢 是N加M 很显然与你的主串的长度 和子串的长度有关 那么在这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看到 主串用S去表示 我们的子串也是模式串 用AAAB去表示 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例子想说明 这是个最坏的情况 大家能告诉我 最坏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情况 我的子串和主串去比较 那么前面都是一样的 总是发生在子串的 最后一个字符 跟主串不一样 那我问大家 这个举串的 我们每次开始 前面的M减一次 都是一样的 唯独到DM个字符 是跟主串不一样 那我问大家 这个比较是不是 也应该是次数最多的 所以我们称作为 最坏的一种情况 那么最坏的一种情况 你要知道 它是不成功的匹配 总是发生串 子串在我们 最后一个字符 与主串不相等 那么刚才所提的 这个算法 称作为BF算法 BF算法 在我们一般的考试中 都说 它是非常 应该是 大家看到一个 已经找到了 性能低的一种算法 为什么这么叫 其实刚才的分析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好的情况 我们说还是比较好的 在第一个字符 就发生了相同或不相同 但是只要 刚刚我们说 子串的最后一个字符 告诉我们 是与主串不相同 你都要进行 主串的回溯 和子串的回一 的过程 所以我们说 大量的这种回溯 就没有充分利用 已经比较过的信息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有没有一种算法 不要让它每次回去 刚才我们说了 主串已经比较到了 很远的位置上 而它与子串是最后一个 不相等 结果主串也必须 得在上一次的 初始位置上 下一个位置 实际上在比过去的 过程中 它已经了解了 主串的一些信息 那么这些信息 为什么不能把它用上呢 让我们比较的次数 能更快一点 让我们的 刚才我们说 子串能够知道 很多位置上就没有我 我只要往后跑就行了 或者我这样说 主串能不能不回溯 直接就能找到子串吗 有 这种刚才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 它的效率肯定要比 我们刚才所 给大家所介绍的 BF算法效率也高 因为它没有回溯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主串 始终是加一加一往后跑 如果我已经到了 第九个位置 刚才是第三趟 但是我比到第九个位置 发现不一样了 按照我们BF的算法 应该是下一一个 回到第四个字符上 现在我已经到了 第九个位置 在我们刚才所 描述的情况下 有没有一种理想的算法 在第九个位置的情况下 要么就停在 第九个位置继续比 要么就下一 不要再回到 第四个位置上了 有 这种方法 就是给大家将要介绍的 KMP 又称作为 快速串的模式匹配 这种算法呢 实际上是提出来以后呢 应该说 对我们串的模式匹配 应该是非常有影响的 老师其实在整个讲的过程中 经常惊叹 从会有这么聪明的人 能提出这种方法 实际上这个方法 如果说想 倒非常容易 可是他想的也非常巧 他不仅在他的第一次改进之后呢 而且还提出来第二次改进 那么同学们跟我一块来学习这种方法 他叫KMP算法 那么自然 他的效率是要比我们的BF的效率高 就高在了 不用再回头 再重新再找一个定位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思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